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绍兴文理学一名研究生 我的专业是汉语国际教育 我认为汉字很有趣 别看每个字都那么的普通 那么的频繁 其实他们都预含着豐富的文化思想 汉字的美丽无处不在 我叫爱德华 来自俄罗斯 现在在忽兰吃饭大学外国语学院度研究生 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而想要更好的了结中国文化 学汉语是很必要的 大家好 我叫卢卡斯 西班牙人 我是西南科技大学的老师 我住在中国科技城四川绵养市 学习汉词不仅是一个 活得乐趣的方式 更是一种 让你走进融入中国文化的校园 各位老师好 我是南方古西班大学 2022季 经济管理学院留学生 我的名字叫高飞 来自读哥 我来到内蒙古古博特 已经有了7年时间了 考过了汉语学品科学 无级 大家好 我叫秀舍来自乌克兰 我是一名大学老师 我现在生活在科迷已经10年了 除了大学的工作以外 我还用业余时间 把中国的文学与影视作品 翻译成我的名语 我特别希望能够倾自己的力量 转播有意思的中国文化 你好 你好 我名字叫Peter 今年33岁 在中国生活的时间 总加起来有4年多 刚来中国的时候 我在武汉 华中时尚大学 学了一个学期的中文 后来到合肥 工作了两年 目前在武湖 也是在这里工作 在武汉 通知音乐 都在用你 迷范 在封信線